秒速五公分 1990年代的日本 贵宿与明里原本是同班同学 但自从小学毕业之后 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 两人即时分隔两地 依旧靠着书信往来保持联络 某天当贵宿知道自己 即将跟随家人搬到鹿鹅岛 搬到离明里更远的地方之后 两人于是约定要再次见面 但是原本计划好的行程 却遇上了暴风雪